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掌声有请张磊 现在我宣布越战越勇 为梦畅响 现在开始 掌声有请今晚的一号挑战选手 徐肃勤 有请 徐大姐你好 你好 你好 平美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那个来自我们山东青岛的摇滚奶奶 我叫徐肃勤 你好 摇滚奶奶 是的 您今年的年纪是 我今年六十一拐弯多一点 六十一拐弯 快六十二了 快了快了 不过在您唱歌之前 我个人心中有个小小小情节啊 我也喜欢唱摇滚 是吗 但是刘和刚说我这是民歌嗓 其实呢 我觉得你这个嗓子不 也可以唱摇滚的 怎么能唱成摇滚 你给我学 你吃一样东西就可以了 什么东西 人参果啊 吃人参果 吃的 我 唱摇滚吃人参果 来我的人参果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能唱摇滚 徐阿姨 咱不带开玩笑的 您的人参果 这不就大萝卜吗 吃萝卜能唱摇滚 那是 你试试 娘 不信你试试 首先我吃完 现在我感觉是鼻子特别通胖 通字了 上下通信 那就是有感觉的 摇滚差不多开始了 那我就可以接下来唱摇滚了 对吧 你再来一块 你尝尝 还不大够 什么感觉 声带充血 再来一块 怎么还来一块啊 你这摇滚味刚才我听到了 还烧的一点沙哑 没透出来 加加油吧 阿姨 我现在吃着浑身之发汗 特别爆热 这就对了 您的声音是越催越哑巴越像摇滚 所以说呢 你一浑身发热那就对了 您唱一首歌 你找的感觉了 浑身发热 那就对了 我就找到那种汗粪的感觉了 对 对 来观众朋友给我点掌声 我给大家来一个摇滚 春天礼 如果有一天 无我老无所疑 请把我留在 在这春天礼 耶 我跟你说 我还是个民歌嗓 我唱不了摇滚 我谢谢您啊 也谢谢 谢谢谢谢啊 我很高兴 但是不管怎么说 因为阿姨 您是第一位选手 我为什么讲呢 您是第一个 只给主持人带礼物的选手 我跟你说 以前呢 我不是一个挑礼的主持人 那个很多选手 特别势力 一上来带礼物 只给五位评委老师带 把我亮到台上 今天是不是 您只给我一个人带萝卜了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就只能给您带 就给我一个人带 你没骗我 对 我没有骗你 我就给您带 别人不行 特别是我们的 五位评委老师 他们靠嗓音吃饭 我哪能给他们带萝卜 我得给他们带水果 你给他们带的是水果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我们是牛桃 没有 阿姨 问一下 为什么给评委老师带的是高级水果 给我一个人带的是大萝卜 因为他们是靠嗓子吃饭的 我当年吃萝卜吃的吧 把嗓子给吃坏了 幸亏我没吃你几个萝卜 今天你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小节目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 我的团队 我的摇滚乐队 一起来了 你还有摇滚乐队 那是 那接下来有请徐阿姨的摇滚乐队 闪亮登场 两位小朋友虽然年纪不大 但上来很酷 但是我还是怀疑 不要以为你们穿了带毛钉的衣服和鞋 就是唱摇滚的 你们二位怎么证明自己是摇滚人 哇 哇 哇 我还没吃饱呢 是萝卜 同行 掌声有请 多少次被爱如云 伤口从天满地 不过一样的摇滚人的摇滚乐队 你将超越极限 超越自己 相信自己 但这一小过去 你们就是第一 相信自己 刚才的演出效果特别成功 两位助演在后面再歌再舞 玩乐器很有摇滚人的精神 你们俩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家宝 今年八岁了 我的小名叫宝宝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谢谢大家 小美女 大家好 我叫张子怡 我今年八岁了 我来自山东青岛 谢谢大家 这个两个小朋友和徐阿姨 是你们家亲密吗 这不是我的亲戚 他是我的粉丝 很多年以前吧 就喜欢我 在演出当中吧 跳那个舞啦 唱着歌呀 他就喜欢我 结果呢 这不是 就跟着我 这么多年 一直以来当粉丝 当乐队 我想问问这个张子怡 你知道 你认为什么是摇滚呢 就是很疯狂 很疯狂 你给我来一个 你认为你最疯狂的表演 终于知道 这满头小便 是干什么用的 两位小朋友 您离开舞台 给 我觉得你 只叫徐奶奶了 对吧 给徐奶奶加加油 好不好 你们俩 徐奶奶加油 我支持你 徐奶奶你是最棒的 加油 加油 到台下 给奶奶加油 好吧 阿姨 我想问问 您一直都这么汉子吗 在舞台上 挺汉的多一些 回家 也没这么汉 回家是什么样的呀 回家吧 也是这 过碗瓢瓶 洗衣 做饭 全都会干 您这嗓子 真的是吃萝卜 才成这样的吗 跟萝卜的确有关系 不过呢 还是有一个 外接的事情 就是我 声带行 长了个声带瘤 被切除之后 声音变音的 以前也是唱 甜歌的 您唱甜歌 唱谁的呀 动力筋的歌 哇 这两个极端啊 这是 做了一个手术之后 变成这样 当时医疗 医疗那个技术 也不算太好 本来因为切这么快 它切得这么宽了 我的妈呀 一下子翻了个歌 那个声音 这不就不能唱了 不能唱了怎么办 那么像我这个爱好 唱歌 喜欢舞台上的人 这音乐的日子怎么过呢 就偷偷漫漫的在家里边 没写那个光盘 最后还真的发现了 所以崔剑老师 她的歌 我挺适合 因为我唱的 您会唱崔剑的歌 是的 您能给我们来两句吗 可以 好 大家欢迎 假如你看我有点灵 就请你 给我 倒入睡 假如你 已经 回首 就请你 玩我的嘴 好 真不错 谢谢 您当然是声音上 变化这样一个原因 由当年的甜歌 改唱摇滚了 是的 家人能接受吗 一开始也不接受 您在家里 对着老伴的时候 是现在站在杨帆面前 这个样子吗 不一样的 是不是得请老伴上来 让我们看看 咱把叔叔请上 我们的舞台 来 掌声有请 叔叔您好 这不是演出来的吧 不是 我们的家里也这样的 这个得问叔叔 来叔叔 来说一说 因为我是在外地工作 在济南工作 每个月回家 休息七天 七天 我一敲门 我们就来个应报 每次都这样 天天如此 这个回家 做饭 从来不叫我做饭 因为我做饭不好吃 可能 他做饭 好吃呢 买衣服 做饭 都是他做 这个 所以我们俩 相当甜蜜 朋友来了 弄个意见了 没有 不管做什么事 我们都商量了 这个值得我们年轻人 学习 我想告诉大家 我心里最最想说的一句话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最幸福的女人 因为我老公 我认识她到今天为止 一直宠着我 这就是幸福 这就是幸福 明白明白 您离开舞台 再给您太太一个家庭式的那种鼓励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您到累主区 当累主 祝您好运 加油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二号挑战选手 张兰妮 有请 兰妮您好 欢迎欢迎 大家好 各位评委好 我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的 一个来自黄土地的爱唱歌的女孩 这个不用怀疑 肯定是女孩 现在还是在家乡吗 不 我现在在北京了 在北京 对 我来北京有11年了 我和我先生现在在北京经营一家小规模的公司 这个年轻人创业啊 它其实也挺难的 你们俩在北京创业家里边有没有帮你们 怎么说呢 我能够从宝鸡 然后离开家乡那么远 来到首都 能够在这里呢 主要是我两个妈妈对我无私的付出和奉献 两个妈妈 我懂 一个是妈妈 一个是婆婆 不是的 不是这样 我从小是抱养的 我有一个生母 还有一个养母 但是我不可怜 我很幸福 我的爱是双重的 从小呢 我出生在西北还是比较贫困的 整个大环境非常的不好 我们家平原方圆几十里 常年缺水 我在生母家里是第三个孩子 他们自己的经济负担也是比较重的 后来在我爸爸妈妈上班不在的时候 我奶奶就 就把我送人了 那一个女人自己的孩子突然不见了 她一定会急得发疯了 我爸爸回来以后 发现我被送人了 以为是我妈妈送出去的 她呢就大吵了一架 晚上的时候 我妈就特别的委屈 然后我亲生母亲在雪梯里就离家出走了 她心里非常 第一非常委屈 第二她心里非常难受 因为我爸说了 不管养几个孩子 这孩子是我的 我都能养 但是这些年当中 你的亲生父母就 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寻找你吗 他们一直没有找我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的亲生母亲 陆陆续因为我们村子离的不是很远 他们大概也能够感受到 他们能打听到我过得还不错 所以说知道我养母对我非常好 一来呢是 他们自己的经济负担也是比较重的 然后 我的父亲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没有见过他 我亲生不久 所以一个原因就是 他自己经济负担 一个人 我妈妈对我 我养母对我很好 所以说他们就不要再 不能把我再接回去 我爸妈妈为什么要抱我呢 因为他们结婚好几年以后 一直没有孩子 农村的传统观念 就是抱一个孩子 就可以引出来 我的养母 把我抱回来的时候 是用南花画布包着的 而且我穿的衣服 大家也看到了 是南花画布 我妈妈把我 你也叫蓝妮 对 大家都叫我蓝妮 她看着我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看着我在炕上哭 她就站在炕边哭 后来呢 因为我出生在冬天 也就是这个季节 这个月底就是我的生日 漫天雪地 我爸爸就是每天早上从山上 平原从山上下到宝鸡市里边 给我提洋来 每天早上在雪地里下去 然后再走上来 大概走下去的时候要一个小时 回来的时候也要一个小时 而中间的时候 这一经来只够我一天 很勉强地维持我 所以就用那种炒面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西北就是用炒面 然后中间的时候 给我吃一些炒面 就是这样含心如骨 把我养大 我妈妈的听力不太好 说大家像这样正常说话 有麦她可以听到 可是一般说话她都听不到 但是特别神奇 我从来没有从炕上掉下来过 厨房离家里还有一段距离 我在炕上稍微一哭 我妈就好像心里感应一样 她就能够感受到 我很感恩我的养父养母 还有我的弟弟妹妹 我妈妈为了我 都是紧着好吃的 好穿的 虽然大环境不好 但是我不缺爱 就是有了自己的 亲生的骨肉之后 但是对最好的那个孩子 还是你 对 他们怕邻居笑话 就觉得这孩子是抱来的 不能亏待他 我们一定要给他 对他好 我妈就是这样 蓝宁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知道自己 在这个家庭当中的 特殊的一个身份 在我小学时候 妈妈也懂事了 邻居都会说 你是抱来的 你不是他们家的孩子 刚开始我小 我妈就说是 你不要听邻居说 邻居不 你是妈妈的孩子 你不要听邻居说 可是妈妈听得太多了以后 我就越来越坚信 就觉得自己是抱来的 所以有一天呢 我哭得特别的厉害 我就冲着 我青羊的那个方向 其实我也不知道 它具体在哪里 但是比如说东来西北 我知道它在那个方向 我就去跑出村子了 然后我羊母就把我追回来 追回来以后 我现在他的眼泪 滴答滴答地 掉到我的头发上 他就给我梳头 给我说 你是抱来的 明白 对于你之前的 大概的这样的一个 人生经历 我们简单地了解了一部分 但是我相信 在成长的阶段 你会有叛逆 你会有不理解 当然后来这两个家庭 你是如何 衔接在一起 就是如何和你的养母 还有你现在亲生母亲 这样建立联系呢 还是因为唱歌 我养母她觉得 我嗓子非常的好 所以说她要把我 送入农村 那时候我师母 已经到了县城里 她在上班 然后我妈妈 就给我买了一个电子琴 准备送我去县城唱歌 这个电子琴 到现在我想起来 一百多块钱 可是是我 我养母攒了好几个月 到现在我都记得 还有五毛钱 然后把我带到市里 我们是走下去的 为了省这个车费 走到市里边 给我买了个电子琴 我特别高兴 回来以后 我妈用缝纫机 给我砸了个琴套 然后我背着这个琴 高高兴地就去找我的生母 那是我第一次 能够站到她面前 看到她 我一直不说话 就因为我养母给她说 说这个孩子天分太好了 我们不要耽搁她 我一个人负担很重 我这个家庭供养不了她 咱们两个一起 把她从农村送出去 你也出一份力 咱们一起 但是呢 当我真的到县城里上学的时候 我发现我这个电子琴 我今天想来 它只能 它只有三组件 就是一个儿童的玩具 根本就不能用 因为它不能弹和弦 但是等于从那天开始 你的两个妈妈开始 共同抚养你 我到了县城 正式学音乐以后 这个星期 在县城的亲母家 这个星期的周末回到山上去 回到我养父养母家 然后到我 我现在想来 我特别喜欢到县城 到县城妈妈家 我长到十几岁 我第一次才知道 哇 暖气是这种感觉 冬天 好舒服 而且袜子洗干净以后 放到上面 第二天就干了 而且早上穿的时候 是热的 还有 妈妈的床单被造 永远那么干净 我们一个人可以睡一个床 我们那时候 在龙松的时候 一家五口人睡一张 一个康 然后在县城里 妈妈家一个人睡一个床 床上床单 有干净的肥皂的味道 李姐 我觉得那是 县城当中 另外一种生活的温暖 同时在生母这个家里面 找到了自己的温暖 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你的妈妈 亲生的母亲 没有那么的 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 认为妈妈到现在 都有十几年了 才是这 从去年 大概才一年多的时间 我才能够把我的 亲生母亲喊一声妈 之前都喊她大妈 因为我看到 她对我的孩子 照顾得无微不知 因为我现在也当妈妈了 我能够体会到 一个母亲对孩子 那种无私的奉献 而这个事情 都已经敞开了 我可以喊她妈 当然喊的总是 不自然也不大声 明白 其实我 我真的希望 今天如果现场 要提前沟通 能把你两个妈妈 请到现场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两个 立场完全不同 但是又付出 用不同的方式 在付出爱的女人 我特别想问问 她们的心情 我特别想问 张蕾你没发现吗 在兰妮刚才讲 故事的时候 就在你的 这一侧 有两个女人 一直在擦眼泪 我大胆地猜一下 这二位应该 就是你的 是的 两位妈妈 对吧 来咱们把 兰妮的两个妈妈 都请上舞台 这位是我的养母 这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特别想 先问问生母 阿姨 您什么时候 知道孩子 就在您的身边 您可以找得到他 您可以看到他 就在孩子去他家 不到半年时间 我都去偷偷地 就在外面去看一看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有时别人抱出来 我会偷偷地看 在孩子上学的时候 我就在路上 偷偷地去看一看 始终是您一份牵挂 这是我的牵挂 兰妮从大妈改为叫妈 那一刻您还记得吗 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 她说妈呀 你干啥干啥 我简直是太激动了 知道女儿正于叫我妈了 您这一等 是二十多年对吗 是的 您内心 特别是在孩子刚开始 不理解您的时候 您内心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孩子那时候太小 不理解 我是 我能想得到 我特别特别亏欠孩子 孩子 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亏欠了你 我真感谢我的妹妹和这个 对孩子太好了 要不是她这样 我都不知道我今天能在这里 其实就是这个画面会让我们觉得 特别特别的不可思议 一个是亲生母亲 一个是养母 但是他们两个人可以像亲姐妹一样 胡阿姨 您当初担心过吗 把兰妮带去给她的生母认识 知道她有可能她就回到生母身边了 您这二十多年就白养了 有过这样的担心吗 我会没啥 我为了上学我就把孩子认识她的 我觉得人家生了一场 我就觉得是做两个妈妈的孩子 也好 这没啥 阿姨真的很伟大 而且我知道胡阿姨刚才说 蓝天可能在最需要学习 最需要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等于她也是硬着头皮去找你的亲生母亲 是的 当然虽然说是各家一人出一半 但这也已经是胡阿姨的全部了 因为据我们了解 好像阿姨自己的两个孩子 后来好像都没有学费 可以去供他们去上学 他们就是上了一般的学校 中专呀大专呀这个 你觉得对自己的亲生两个孩子不亏欠吗 我觉得把他亏欠了都没啥 为什么这么看重蓝天呢 因为我是包要的呀 所以要对他付出额外的爱 我觉得养大于天 所以我很爱很爱我的养母 但是呢 我的生母给了我一副好嗓子 是两个母爱 托起了我歌唱的梦 其实是最简单的道理 你的亲生母亲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你的养母给了你一个最幸福的世界 就这么简单 是 是的 好好爱你的两个妈妈吧 一定会 我的养母呢 她当时为了跟我上学四处凑钱 邻居所有的亲戚邻居都戒变了 所以她经常哭晚上回到康上哭哭得现在眼睛也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我那养母她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才成就今天的我 蓝尼尔你不是爱唱歌吗 是的 经常给你的两个妈妈唱歌 包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其实你现在小日子过得好也是对两个妈妈最好的回报 是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阿姨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伟大的妈妈 好 寒夜里 宁伴我把树读 永生去当浊浪 冷风刺骨 再见呀妈妈 明怀了不 天呀寒久儿的心上 有此物 再见呀妈妈 明怀了不 天呀寒久儿的心上 有此物 天呀寒久儿的心上 有此物 词词词曲织 谢谢蓝妮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妈妈您快留步 这个蓝妮 这个名歌唱的这么好 您什么方法 窍门能学的这么好呢 这个您不一定能学会 我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 我今天必须下定决心 我把民歌练好 什么苦我都能吃 那好吧 还是吃萝卜呀 不是吃苦啊 这是吃辣呀 接下来咱们请回当前的类主 好不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当前的类主 徐素杰阿姨 有请二位 共同步入梦想挑战群 这一轮投票 我们首先从播峰开始 我先说张丽吧 这个歌曲的内容选得很好 但是这个音乐 还是稍微的小了一点点 你自己的发挥 有可能我觉得 还没有达到 就是让我觉得 哎呀 真棒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 你的徐大姐 虽然你的年纪不小 但是你给我了非常年轻的感觉 我很欣赏 而且我很喜欢你的声音的个性和特色 所以在这一轮当中 我还是把这个反对票送给南尼 但是南尼也继续加油 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江涛 从舞台的呈现 说实话来 大姐 表现出了非常职业的舞台素质 当然你也不错 大姐略胜一筹 亮尼 见亮 来 祖海 说实话 其实他们俩蛮难投的 因为 完全没有办法比较 真的好难 这第一轮就把我给难倒了 刚才那个徐阿姨唱歌啊 您那个状态 您哪像六十多岁的呀 天哪 真的 您是我见过的 最酷的 所以呢 其实我特别的喜欢 这个徐阿姨 但是说实话呢 我还想从我这儿吧 再给兰妮一次机会 因为你的声音很亮 很松 这个就很难得 就是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唱得非常轻松 中音 低音 高音 很自如 所以呢 我这儿支持一下兰妮 徐阿姨 我这个反对票先投给您 刘鹤刚 当兰妮选择了 这首作品的时候 我就这 你要针对这首作品 去适应它 去感受它 但是对台上整个的 呈现和表达 我觉得徐阿姨完整 所以请你亮性 我把反对票投给你了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我宣布 我们这一轮 获胜的是我们当前的类主 徐肃 祝贺徐阿姨 徐阿姨 请您继续守累 祝贺徐阿姨 当然其实我想 对兰妮说 其实兰妮今天表现也很好 我觉得可能唯一跟阿姨比起来 你吃亏一点 就是阿姨在这个舞台上 她特别特别的外放 跟你在演唱的时候 那个冷静可能对比相对强一点 我觉得 但是就像我开始所说的话 你站上这个舞台 把这首歌唱给你的妈妈 就已经成功了 好吗 请到台下拥抱你的两个妈妈吧 加油 各位观众 这里是越战越勇 歌唱版 魏梦畅响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晚的三号挑战选手 房贺迪 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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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哥 我又来了 来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叫房贺迪 我的本职工作 是一名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为什么房贺迪说他又来了呢 我就像我刚开始 节目一开场说了 我说现在越战越有一周双播 对 其中一版是我们今天的歌唱版 叫魏梦畅响 那一版呢 用你给我凉活啊 我自己能说明白 我怕你忘词 还有一版是我们的喜剧版 叫越战越勇喜剧版 没错 贺迪先参加的我们那个喜剧节目 节目我还印象很深 你是来了一个脱口秀 离离开舞台 告别舞台的时候 我跟贺迪说 我说小伙儿你唱那么好 欢迎你来到越战越勇歌唱版 其实上次来 其实上次来根本就不是为了比赛来的 我也是主持人呢 我一想我到这来参赛 我看看人家越战越勇的主持人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闹肚子什么的 我到这盯上了 是不是以后这舞台就是我的了 结果呢 他一点意外也不出 我还点有意外是吧 这叫不幸啊 方哥 我今天到这来跟您学习 您是这个 我心目当中的偶像级的主持人 就那么完美吗 完美谈不上 如果一定要说一点缺点的话 穿的衣服啊 太高大上了 离观众的距离显然 你太懂我了 高大上就是我的最大的一个毛病 就这么洋气 能改吗 不是 你跟观众的距离拉开了 你看现在我们都是华服 河岗老师 中山装多好看 你的意思是我穿什么呢 你穿点接地气的衣服啊 那观众能接受吗 哎呀 你如果穿上那种衣服的话 掌声当时就比你上场的时候还激烈 我不信 我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 咱试试我都给你带来了 好 来 你跟我拉倒 主持人上台穿这个 这个一穿上才有掌声呢 真的假的 来 再看杨帆有掌声吗 就一个鼓掌的还是你四舅吗 你看 原来观众朋友你们好这口啊 你看 为了满足观众朋友的欣赏品味 我愿意接地气 我这气势穿着 随便说句话 现场观众 现场的观众欢迎各位收看 越战越勇 看看 是掌声比我穿那西服热烈一点 这个我接受 这一点我接受 还有 还有毛病吗 还有 你上台说话不行 所有的主持人上台都是说话 大伙才鼓掌的 那能显出水平来吗 你上台不说话 观众就鼓掌 那才显得您味儿大呢 我这嘴我忍不住 忍不住没关系啊 我给你带个小法宝 不是我戴这个口罩 我像个病人 我上台观众谁给我鼓掌 你试试 太棒了 还有一点啊 最重要的一点 你上台老站着可不行 知道为什么人家评委 挣得比你多吗 人家坐着呢 所以你得坐着 我都给你准备了 导师 比他们的椅子都好 导师 对啊 想试试吗 来 跟我来 来来来来 掌声有请 越战越勇主持人登场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越战越勇 我是主持人房贺迪 接下来 我们有请三号选手 杨落魄先生 一年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啊 挺帅一个小伙 现在已经落魄成这个熊样了 来跟大伙打一个招呼 杨先生 你好 这两年家里边都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 说出来让我们痛悔痛悔 来 想当年呢 我一表人才 才华横溢 才援广进 我是越战越勇的主持人 不曾想 天有不测风云 有一天来了一个拳手 他忽悠我 说穿西服不好看 穿绿棉袄 站着跌分 坐轮椅上 他给我整个大口罩 说我戴上口罩 比露脸好看 结果我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结果 上天是公平的 那个选手 结果一下子 就被淘汰了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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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委都没按灯 那我就淘汰了 我说我这故事没讲完呢 就是呢 我说什么呢 为什么被淘汰了 那个选手 你说一说 就是说评委不接受 长这么高的人 站到那儿 然后比主持人还帅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 接近地气 接地气 接近老百姓生活 谁会能进几步 在这里宣布 今晚晋级的就是 徐阿姨 你是不是当我傻了 跟您开个玩笑 你别忽悠我 你说实话 我是穿这个好看 穿西服好看 要不您还是穿西服吧 好吧 那个接地气 对对对 我不说你穿西服 我怕你换不回来 今天其实到这儿来啊 真的我也是为梦畅想嘛 我是带着梦想来的 而且是带着 我家人的梦想来的 我妈妈特别特别喜欢您 是您的铁粉 阿姨今天来了吗 来了 在现场的 阿姨您好 来欢迎 前面的选手 都给评委送东西了 没给你吧 看我多好 我给你带个妈来 阿姨您好 嗨 嗨 帅 我好激动 谢谢您 谢谢阿姨 我妈特别喜欢杨帆 我妈在家 天天看电视 那电视 总是中央三台 对 真的 杨帆一出来 我妈就特别开心 现在我爸看着都不乐意了 真的 谢谢阿姨 你最拿手的歌 我妈都知道 对 那个张学友 那个祝福 非常愿意 谢谢阿姨 而且我最嫉妒的是 我妈在家 总拿你教育我 对 其实我总在跟她说 我说你看杨帆老师 穿的那么大方得体 对 长的颜值又那么高 也不行 因为她改穿面 我说 主持的又那么好 我说你得像那个 你杨帆老师学习 是的 不一样 不一样 真的 就是贺迪由我们 看到她身上的很多亮点 谢谢 而且她未来也是一个 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您过家 我想知道阿姨 房贺迪在家的时候 有这么贫吗 在家里 她不这么贫 我儿子特别懂事 也特别笑死 就是我每年过生日 她都记得了 而且呢 我喜欢什么 她也都记得 其实呢 我如果在家的话 我妈妈每逢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娘俩有一个特殊的庆祝方式 就是我在家里边 背着我妈走两圈 从客厅到卧室 然后走两圈 为什么呢 要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吧 我说你送什么礼物 我也喜欢 但是我最觉得 那个幸福和享受 就是我儿子能背我 走两圈 这是我最幸福的 小的时候 我妈妈用那个自行车呀 然后就是 就带着我去上小学 然后呢 她在前面登车的时候 尤其是上坡 她就总跟我说 说儿子啊 以后长大之后啊 你看现在妈托你呀 以后你要能背着妈 妈就高兴了 然后后来我长大了之后 能背着妈妈了 我说妈 那你过生日你想要什么 那你背妈走两圈 我说没问题 我说打今天开始 以后每年过生日 我都背着您走几圈 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 还有什么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家长登台 一般都想托付托付 就是希望儿子吧 别太累了 别太累了 再一个呢 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做每一件事 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 要虚心向各位老师 还有特别杨凡老师 学习 谢谢妈 谢谢阿姨 谢谢妈 好 那我们这段交流也高一多乐 接下来让我们请回当前的泪主 有请徐阿姨 不唱了 打扮起来多么苗条啊 欢天喜地往人情里撩啊 恨心的情郎哥 他咋还不道啊 笑着脚看不着 心看人家的后脑声啊 扎门儿咬音儿咬喂 埋怨自己嗝 个头苦都高啊 哎哎呀 梦瞧这情郎哥 白手把他叫啊 乐地他心乱跳 脸儿发烧啊 要先喊情郎 怕别人听到啊 白白手 跟他等着 叽叽叉叉往外溜 一只握了脚 又要踩的火溜溜 绣花鞋才丢了 光脚鸭多难瞧 扎门儿咬音儿咬喂 请郎哥看见 笑脸往哪儿高啊 哎哎呀 请郎哥看见 笑脸往哪儿高啊 哎哎哎哎哎 咱们请听专专业评委点评啊 太好了 好 江头 从你的歌声里面 听出二人传的这种功底来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指哪儿唱哪儿 说明什么眼神跟得真棒 哎声音呢 到了哪儿 到了左边啊 你那眼神就随着手指 这说明一个演员在舞台上 这个唱念作打 样样到位 这种职业素质 真的非常棒 谢谢 谢谢我们音乐评委 对于房贺迪的鼓励 来 接下来请会我们当前的泪主 有请徐肃琴阿姨 好 接下来有请一老一上 往前一步步入我们的梦想挑战局 来 首先有请张磊 我想送给徐阿姨几句话 我觉得您热爱摇滚 摇滚的精神呢 本身就是反叛精神 而且要诠释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自己的人生哲学 我觉得您用您的人生经历 和刚才的演唱 都把它诠释得非常的完美 但是在这一关当中呢 小房同学实在实力太强劲了 各方面太全面了 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尊重一个比赛的原则 我这一局呢打算把这个反对票投给您 房贺迪呢 你今天在台上的演唱 还有这个表演 我觉得展现的还是很淋漓尽致 四句话送给你 全身都是戏 句句都有味 声音也很好 欲言贼疯趣 阿姨对不起 这次反对票我投给您 房贺迪他确实也特别出乎我的意料 他刚才已经不是一般普通的演唱了 我觉得是一个表演唱了 就又好听又好看又好玩又有趣 所以阿姨非常非常抱歉 但同时我也祝福您 开心幸福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我宣布 这一回合挑战成功的是 我们的挑战者 房贺迪 请你到泪出去 越战越勇唱歌的这个比赛的征程到这结束了 但是您身上这种摇滚的精神和您的生活的态度 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希望您继续加油好吗 加油加油 挑战继续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四号挑战选手 池明 有请 池大姐您好 欢迎来到越战越 来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上智市 上智中学的一名音乐教师 您是音乐老师 对 教学教多年了 教学23年 那很有经验呢 您是教什么类型的 名格 声乐 每声民族都有 您看看我这个嗓音条件 适合唱什么类型的歌曲 您的声音 每声可以吗 可以 那需要几步训练 我可以成为一个美声表演艺术家呢 第一步呢 要进行气息的训练 那么第二步呢 要进行科学的发声方法的练习 第三步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对您来说可能有点难度 我能吃恐 我也能认真学习 真的能 我能坚持下去 老师您相信我 原来学美声也得吃萝卜呀 我还是当主持人吧 哥们 其实房贺迪 我觉得你练练美声挺好 你这个头吃大萝卜多好 谢谢啊 今儿选手都很聪明 知道杨凡人数兔的 这个我们说这个歌手啊 要有自己的代表作 那要是成功的老师 也得有自己的得意门声啊 有 您的学生有我们认识的吗 刘和刚 刘和刚 还有他的爱人 赞扬 我说姐嫂子怎么来了呢 两位 是这么个情况吗 是 是那就赶快上来吧 你坐着合适吗你 老师站着呢 让我们欢迎刘和刚 以及刘和刚的太太 赞扬女士 是什么阶段的老师 是我在上预校的时候 您第一眼见到刘和刚的时候 他什么样 我最深的印象就是 和刚特别刻苦 我只要是到琴房 如果他没在琴房 他肯定是在上大课 如果他要是 没有他的大课 到琴房 你肯定能听到他在练唱 因为我们那个 一校的那个练功房 跟池老师的办公室是隔壁 每次我们 我在那去练声的时候 或者是在那学习的时候 池老师都能听得到的 而且据我所知 好像当时 对于何刚来讲 因为他要考下一阶段 更高的一个目标的话 还有文化课上的一个要求 其实对我 实话是说 在我最难的时候 其实那段日子 对我来讲 他是决定我的命运的 97年的 4月1号 在北京考上了 解放军艺术学院 第三次过后之后 因为这是对我 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当我回到上志的时候 因为实话实说 一校四年 是一直在学专业 对文化的这种深入学习 根本就没有 那那个时候 距离高考还有多少时间 大约三个月吧 这三个月的时间 对于一个 我这样功底的人 来学习 真的很困难 当时就是 池老师和他的爱人 赵文成 帮我想了各种办法 实事求是 真的想了各种办法 甚至还有小课 这样的话呢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边 让我真真正正的 用自己的成绩 实事求是的 考上了 解放军艺术学院 其实我这么多年走过来 一种是自己的努力 还有就是 我非常幸运地 遇见了很多的老师 特别是池老师 因为在最初的时候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 他帮了我 这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因为我可以这么讲 是因为他和他的爱人 决定了我今天的命运 没有当初的那一步 就不会有今天的刘若刚 所以说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所以说也就是 池老师不仅仅是 教了你几年专业课 所以在你人生最关键 高考之前的那 更像一个家人 更像一个家属 其实在异校的时候 把他看成老师 其实更看成姐姐 就是通过那三个月 史老师的陪伴和督促 刘和刚同志 终于如愿地考上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音乐系 这是我到军艺照的 第一张照片 那时候多年轻 你看现在老的 但是我放这张照片 是有意义的 因为这张照片 你一拍完之后 马上就寄回给池老师 而同时也写下了这封信 这池老师留着呢 给我们影印过来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挑其中一小段吧 来到这里学习的机会多了 可以出去看音乐会 票价很贵 最低三十元 高得不定 不过演出水平真高 在咱家是看不到的 欢迎你们二位来玩 有什么事 来信 打电话均可 小弟尽最大努力 去完成任务 最后祝哥 姐 赵硕 三人全家福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 请多谅解此至军礼 第何刚 97年10月11日晚草 谢谢何刚的分享 其实刚才看这封信 我才知道 97年是我跟老师 就是第一次见面 也是在97年 但当时只是有一面之缘 就是我参加我们市的 一个中小学生的 一个卡拉圭大赛 然后当时比完赛之后 池老师就特别喜欢我 就问我是在哪上学 然后说你到初三的时候 你一定要联系我 他说我是一中的老师 然后特别希望 你能够往一中考 但当时对我来说 是遥不可及的 因为一中是我们省重点 是我们上升是最好的 一个中学 然后我就 但是心里很高兴 然后就这样一直 没敢跟老师联系 然后到初三那年 又有一个很巧合的 一个机会 就跟老师又见了一面 然后当时老师就是 可能他已经 他还记得我 也知道了解到当时 我们家出现了一点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 赞扬的爸爸 我岳父 在那年去世 他是那个 那时候我认识老师的时候 他生病了 然后所以我整个的 那个状态也不在学习上 就是成绩很不好 然后老师说没关系 他说那个 你一定要努力 然后我跟校长争取 能够招一个特长生这样 不好意思 所以在赞扬当年 最消沉的那个阶段 等于是老师一直在鼓励你 对 后来老师就是 完全没有收一份学费的 教了我好几年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 这事我从来没有说过 但是一直放在我心里 就是老师那时候家 在我们学校后面 开了一个小仓买 然后老师可能猜到 我们家里条件 当时父亲生病的一年 确实开销很大 他也猜到了 然后每次我到他家那仓买 他不说 每次都是 我把钱这样递着 然后他就像看不到一样 然后他就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 这样递给我 然后我这样 他就 他不拿 然后就这样一直 一直这样举着让我拿 然后 其实我心里 特别理解赞扬 因为在成长的那样 一个最关键的阶段 如果说那个时候 湛阳的身边没有出现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位影响 他今后人生的老师出现 可能湛阳会 人生是另外一个轨迹 我们还有几个 那个湛阳当年的照片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老师带来的 湛阳可能都没有了 这是湛阳应该十几 高一的时候 十六七岁 十六七岁 我都不知道 这是我们学校的艺术节 每年 03年 对 每年都会有一次艺术节 然后老师会把我隆重地 从这个服装到这个 其实那时候 学生 这是老师给把关的衣服 对 这是两个三口之家的一个合影 对 今天池老师的先生和他的儿子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也掌声欢迎一下 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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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多少年之后啊 再拍一张全家福 三 二 一 这个池老师 是湛阳和刘和刚的老师 而多少年之后 今天池老师来到我们 越战越勇的舞台上进行挑战 而他的两位学生 也已经成为了 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歌手 包括刘和刚也成为 我们越战越勇的评委 所以咱们就祝福池老师吧 谢谢 谢谢 老师加油 好 加油 来 我尝试过许多次想忘记 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切过去 可人完全是在欺骗欺骗自己 我永远无法忘记你 等待 等待 永久的等待 树叶绿的游花 你还没来 等待 永久的等待 在这世界上 在这世界上 你是我的回忆 等待 爱 太棒了 树莲老师 谢谢 谢谢 杨范 因为老师唱歌的时候 我说实话 我感动 真的我眼泪都流下 其实 树老师 他的声音条件特别的好 其实他当年学完之后 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出路 会走得更好 因为他的善良 和他的孝顺 他回到了上日 回到了父母身边 这样呢就放弃了自己 应该有的音乐前途 其实今天他唱这首等待 我能感受到 他真的等了几十年了 所以说在他的歌声当中 除了他漂亮的声音 和他那种表现力 其实他的感情 真的可以打动 每一个在等待的人 我想问一下 齐老师当年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您放弃了舞台梦 因为我家里面 那个曾经有过 一点小的变化 妈妈爸爸的打击 有一点大 他们就特别害怕我走远 我毕业分配 当时我是可以幽分的 当时最起码在哈尔滨 就有三个学校要我 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是 无论什么情况 都不可以离开我身边 一定要回来 然后我就是 你选择离在妈妈的身边 对 选择回去 留在妈妈身边 其实我也在问 问我们的导演 我说这个齐老师 从事声乐教育那么多年 23年 他有没有登台唱过歌 或者是出去参加过比赛 我们到底是从来没有过 从没有 不知道您为什么会选择 在2017年初 决定登台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顾家的女人 我刚结婚的时候 就是条件特别不好 我和我爱人 我们俩是白手起家 所以这些年的生活 比较 一直都比较累 再加上我对孩子 特别特别的看重 只要是孩子回家 我就得给他 不能看电视 得让他学习 我收拾屋子 每天都这样 没有时间 然后16年 我儿子高考 终于 我算松了一口气 考上了 我这个时候 我一下想 哎呀 我真的很想 圆自己的梦 能站到一个 星光灿烂的舞台上 我就制足了 齐老师帮忙参加 我们的节目 是压抑了多年的一个梦想 同时也是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对 希望您加油 谢谢 好 接下来 也让我们请回当前的类主 有请 房客迪 有请二位 步入梦想挑战区 张磊 是这样的 齐老师 我觉得您的名字 特别有意思 驰名 晚来的光明 所以我觉得您可能前半生 真的是需要做一支蜡烛 去照亮别人 追求梦想的道路 但是后半生 你的学生们 成为了一盏盏明灯 所以我觉得您从现在开始 追求您的梦想 一点都不晚 而且您前方的路 会比他们更亮 希望您加油 这一个呢 我相信小房 同意我的观点 对吧 所以不是认为你不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 齐老师 他代表的是更好 需要我们共勉 去学习 那这一票不好意思 小房 我的反对票投给你 其实刚才 齐老师再回头看我 齐老师 您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何刚 你把这个反对票投给我吧 不要为难 因为今天老师能站在这里 我的梦已经圆了 我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知足了 何刚老师 这样 一生遇着一个这么好的老师 不容易 信我的 按那红的 我知道您心里为难 好吧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接下来我做哪 要是有不对的情况 你们多批评 多原谅 这个不是我 这个 来 今天贺迪的这个举动 真的让我觉得我会记一辈子 感谢贺迪的支持 感谢贺迪的理解 在这里代表老师 也感谢你 回头 一会儿反正你跟杨帆 已经见过老妈了 都败了靶子了 一会儿也算我一个 我该怎么办呀 行了 我也解决了 要抓狂的意思 这是有点 是这样 小房也很优秀 这个我觉得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 而但是 池老师呢 他作为一个美声老师 能够把流行歌曲唱完了以后呢 他跨界 尤其他的强弱音的处理上 和 渐强渐弱的弱音的处理上 在声乐上是很难的 我就把我的反对票 偷给小房 好吧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要祝贺这一轮的获胜者 那就是池明老师 祝贺 祝贺老师挑战成功 有请池老师到我们的泪珠区 来 再跟大家说几句 我觉得是这样啊 今天呢 这个 这一轮 老师赢 实至名归 老师在这个舞台上获得胜利 甚至越走越远 他会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然后呢 他会交出更多 像何刚老师这么优秀的学生 这对于我们整个艺术界来说 这是一件好事 恭喜啊 恭喜老师啊 向老师致敬 加油加油 掌声有请今晚的最后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马海鑫 有请 阿大哥您好 欢迎来到悦战悦 这个我觉得先跟大家打招呼之前 我们大家都应该猜出您的身份了 您应该是环卫工人对吧 对 我跟我妻子共同干着这个本工作 大嫂也是环卫工人 对 也是环卫工人 那你们俩做这份工作有多久了 两年多了 那之前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家打连工 包地 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做环卫工人呢 两个人下岗以后啊 没有个稳定的收入 再加上爱人呢 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以后 她的情绪上和精神上都产生了很大的挫折 让她有点不堪重负吧 嫂子精神压力大是一种什么状态啊 胡言乱语 幻想 是精神方面 对对精神方面的疾病 已经有到了病的状态是吗 对 那是有到医院去确诊或者说治疗吗 当时我还没想到 因为我没接触过这类病 我认为她的症状也就是个 普普通通的胡言乱语吧 我没意识到会那么严重 后来找到大夫大夫确诊说是精神分裂症 那她严重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在她心目中是没有家庭的概念的 对对儿子也不疼 对我也更没有温暖可言吧 记得有一次我肚子疼 疼得已经是受不了了 在看打滚 她在旁边就看着 无动于衷 所以那是在一种病态之下 对对吧 那应该是大嫂病情最严重的阶段 最严重的时候 而且我们听说这个精神分裂 最严重的时候她会出现幻觉 对对对 嫂子那时候她有出现过幻觉吗 出现过 她的幻觉就是多疑 给邻居帮帮忙 她也认为我跟别人有关系 也怀疑别人要害她 大哥我特别想问问您 就是你的妻子变成了这样之后 一个生活不是特别能自理 也不能够给你给予温暖的妻子 而且她的病情还是这样厉害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是坚决不能放弃她 在病态的时候 她给我提过离婚 她说咱们俩离婚吧 这日子没法过了 一直在干 一直也没有起色 我说这样吧 你要想选择离婚 你找一个 让我也给你爸爸关 如果他比我强的话 我就把你送过去 其实你是真实的事 不想放弃她是吗 我把她交为谁我都不放心 只有在我这儿 她有希望 其实我也听出来 大哥内心特别坚定 您非常相信 通过您的照顾之后 您的太太能够康复 是 我保证她能够康复 大嫂现在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非常好 她今天也跟我来到了 这个越战越勇的现场 咱们把嫂子请上舞台好吧 看这个气色和精神状态 嫂子应该是完全康复了吧 没有 现在还吃着用呢 嫂子刚才大哥说的那一些 您在犯病期间的一些表现 您肯定是没有意识的 对吗 对 那现在听到了自己 曾经在自己爱人 那么需要自己的时候 自己是这样的一番表现 我特别想知道嫂子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感觉挺对不起她的 反正这些年她就这么一直坚持着给我看病 今天来了我就是向她说声谢谢吧 谢谢老公 我应该做的 我应该做的 我应该这样做 这就是 就是爱情誓言当中 我们说的不离不弃 我觉得是这样 大嫂 您现在能做的就是按时吃药 对 咱好的时候 咱就对马大哥 特别特别的好 加倍的好 对孩子也加倍的好 不好的时候呢 那是咱需要帮助的时候 那时候马大哥 就开始来照顾大嫂 没错 谢谢 她现在好了 她知道给我 有疼有热了对我 她用平时卖破烂攒的钱 和卖头货攒的钱 给我打了一件红毛衣 虽然冬天很冷 但是我觉得很暖和 我有家的温暖了 只要您健康 对于大哥来讲是最大的幸福 但是我觉得今天您来对了 您来到这儿 您支持她 她已经感受到那份力量了 这个时候大嫂 如果您能再说点那种 老公加油啊 怎么样的话 没准她今晚就夺冠了 老公加油 谢谢 谢谢妻子 天边走来 走啊走啊走啊走在那茫茫的沙漠 走啊走啊走啊走在那茫茫的沙漠 锻炭灯的沙漠 ey ey 波林叮咚向爱人们带来好商货 叮咚的波林声是草原上最美的歌 脱风上满载着 草原人的心愿 脱离腾墙的脚步 声声珍珠万里山河 啊 啊 可爱的骆驼 啊 啊 为你唱着祝福的歌 为你唱着祝福的歌 这一轮也是我们今晚的最后一轮对决 特别提醒今晚的晋级者将会带走 我们这一季为梦畅想最后一支银话筒 来 让我们请回当前的类主 池铭 节目的最后时刻 肯定是池老师要升高一筹吧 那我把这个反对票投给海鑫 不好意思 江涛 我呢 就是对马海鑫的演唱呢 在声乐的发声上 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不足 其他的都很好 那么我把我的反对票呢 投给马海鑫 租海 马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天边的骆驼 这首歌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 跟池老师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马大哥这个反对票 不好意思 投给你 第五季常规赛最后一支银话筒诞生了 他就是 池铭 祝贺池铭老师 祝贺您 祝贺您 让我们有请评委代表刘和刚先生 带着越战越勇 这一季的最后一支银话筒 登上舞台 向今晚的选手 您的老师致敬 加油 加油 真的和刚不开玩笑地说 看了今天那个 池老师的表演 听了他的歌之后 这应了那句话 名师出高途 来吧 让我们再次祝贺池老师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这期节目播完之后 我们将会迎来 2016年 如《越战越勇》的总决赛 当然了 我们会非常的期待 我们七支银话筒 究竟谁 能够成为这一季的金话筒的获得者 也希望您 关注我们《越战越勇》的总决赛 再次感谢我们的五位评委 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电视机前想唱歌的朋友 依然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报名电话 报名邮箱 上传您的才艺视频 越战越勇 欢迎您的挑战